觀塘曾經是一個以工業區為主的地方 近年已經轉型為商業或住宅區 好像落成不久的樓宇重建項目海匯 大型購物商場APN 和宅休閒、娛樂、運動等活動場所 觀塘海斌公園 周邊除了平時一佔上班時間人多之外 現在連星期日或公眾假期 這裏人氣也是好旺 特別是開源道和口名街一帶的地方 因為有很多餐廳和零售店鋪已經進駐 今天我們會在觀塘覓食 嘗試一間港式酒樓 順便迎回周邊走 現在就介紹一下酒樓的位置 地點在觀塘開源道 完成中心一樓 紅色海鮮酒家 首先講講路線 各位來到觀塘地點站 就由B出口方向走過去 站內路牌指示 包括有開源道、駱駝七大廈、觀塘廣場 我們就要沿著左邊向觀塘廣場一直走 其實完成中心就在觀塘廣場旁 即是相隔了一條馬路 站在行人天橋上面就可以清晰見到 只需要步行多20米 到達大廈門口 旁邊展示了兩間酒樓 包括紅星和龍王 星期日中午來到已經有好多客人等位 我們大約排了20分鐘就可以入座 酒樓面積不是很大 只有一層 坐下之後 和大家介紹一下酒樓有什麼食 其實點心間間炒樓都差不多 最重要是價錢 和有什麼推介的點心 餐單上有大帽子的食物 當然是受歡迎的產品 包括有蟹黃燒賣 黃金蝦狗黃 Q版流沙奶黃包 狗黃鮮蝦腸粉 紅混金沙腸粉 薑牙皮蛋酥 蘿蔔絲酥餅 還有一些午時推介 包括紅油抽手 鮮蝦炸雲吞 五香牛炸 菜圓牛肉醜可 點心價錢 星期一至五就最便宜 由30元到最貴47元 星期六日和公眾假期 每一樣點心都會貴1至3元 茶圓一至五就收15元 星期六日和公眾假期就收17元 我們三人就選了幾樣點心 和一個胡椒鹹菜豬肚 菜圓牛肉醜可 第一樣送到的食物就是胡椒鹹菜豬肚 裡面的食材除了鹹菜豬肚 還有紅辣椒、蒜頭、芹菜、芝粥 胡椒鹹菜豬肚在廣東和香港都是受歡迎的菜式 幾種材料一起做出來的湯品 味道獨特、帶點新辣 而且營養價值高、有暖胃驅航作用 酒樓這個菜式,湯香味道不算新辣 但比我們平時吃開就淡了一點 對於我來說不吃得辣的人 就非常適合 另外豬肚咬下去就不會韌 非常爽口,值得一讚 接著一次過就來了幾樣點心 買上來每一款都做到很精緻 點心分別有鮮蝦菜苗狗 蝦狗皮很薄,而且精型通透 點心就是黃金蝦狗鑊 透明外皮,蝦人清晰可見 跟著這三角就是Q版奶黃流沙包 外形小口,而且可愛,近年受歡迎的點心 這些是紅混金沙腸粉 等於平時我們吃開的鮮蝦紅米腸 是腸粉之中的經典 最後這份是紅油抄手 雲吞配合辣味醬料 屬於四川的小食 首先試試最可愛,最可愛的點心 Q版流沙奶黃包 外形就做到好美,真是值100分 有點不捨得吃 不過美食當前都忍不住口 味道果然不錯 一咬下去,奶黃馬上流出來 而且外皮軟綿綿 奶黃又滑又香口,值得推介的點心 跟著就試試廣式點心之中 受歡迎的產品,黑狗王 酒樓也是做到非常精美 皮薄很漂亮,鮮蝦咬下去非常彈牙 紅油秋手是一道傳統的四川菜 這道菜最大的特點就是紅色醬料 帶有麻辣味 配合雲吞一起吃,香滑可口,而且多汁 在這道非常開胃,受歡迎的小食 酒樓這份小食就不算了,比較適中 紅混金沙腸粉,受歡迎之處,有口感和味道 吃到外軟,內脆,美味可口 鮮蝦菜苗餅,外形做到非常好 蒸熟後外皮不會裂開,菜苗依舊青綠色 配合鮮蝦菜苗,吃到外皮的吃,口感都很不錯 九指皮厚到適中,但顏不太厚 配合蝦仁,吃到口感不錯 最後這項食物是菜丸牛肉抽可 這滴牛河是我們最後的假單先點 因為剛才那幾樣點心 我們三個人吃完都覺得不夠飽 最後才點了這滴牛河 酒樓這滴菜丸牛肉炒河 份量都很大 而且炒得夠鍋氣 吃起來非常好吃 另外牛肉很大塊 時間炒得剛剛好 嘔嘔不會硬 口感嫩 我們這餐吃了這麼多東西 最後買單是$472 觀塘區由於交通網絡發達 各地遊客都能輕鬆前來 在香港都是屬於重要的商業地方 例如樂壺七大廈 地下街鋪有多間運動品牌商店 而且價錢便宜選擇多 購入了本地和外來遊客前來購買 加上有多間酒店座在觀塘區 所謂大型零售商場 人的東西很旺 APN商場 就是一個好例子 商場匯集了100多間國際品牌 包括潮流服飾 名牌化妝品 電器 和飲食 所以一直以來都是改區的舊物熱點 由開園到一直走 就會到達觀塘碼頭 旁邊就是觀塘海濱公園 公園最大的特色 就是一個大型的戶外遊行區 擁有2公里海濱長落 各位遊客就可以到散散步 欣賞優美的海景 園區似有陸化空間 還值了很多樹木 另外還有座椅 提供給遊客休息 所以一直以來深受打工仔 和當地居民喜愛 確實是一角休閒 娛樂 運動有好去處 今集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別忘了